你好,我是熊超 很开心来到隆喜做评审 这次评审的感受是 看到了一些步骤 也看到了一些希望 步骤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还是缺乏很有突破性的想法 比如像国外的HBO那样 原创那样有冲击力的作品 真的是很少 第二点步骤的地方是 我们的美序执行 真的是还不够 第三点步骤就是说 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就是说创意员 他们把作品送出了那边 比如说有一些适合平面的 他们送到了海报去了 当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想营造更多的奖项 可能还是要进步 把那边多多的研究一下 当然也有很多希望 有一些作品 它真的是很有人性的洞察 它们的文案写得特别特别的好 比如说香港的费康 超市 能省一元就一元 还有台湾的保险公司的车子片 车子不仅仅是车子 最了解你的也是车子 这些文案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动 每一个人 虽然我是做美式的 但同样能感受到那份感动 其实还有很多优点 当然我都不一一来说了 有一段很搞笑的插曲吧 那就是我们昨天晚上 决定前场大奖的时候 我们是从晚上的九点钟 平到凌春的四点钟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最搞笑的是 我们其中有一位评审 湘人谈回地 那么他就整整的 五过小时里面 他看着我们争来争去 但是他又不能说话 所以非常非常的搞笑 但是到最后面 还是有补偿了 就是他拿到全场大奖 恭喜他